來一男子一踏出超商 下一秒立刻把腿狂奔 白衣男子緊追在後 兩人在大馬路上全力衝刺 警方獲報到場後 發覺案情不單純 嫌犯之時還想假裝 大家都是朋友 但其實是控制被害人行動 原來這名藍衣的李姓男子 日前開公司欠下850萬的債務 天天都被人追債 上個月底突然接到嫌犯電話 說要來當他的保鏢保護他 雙方6月22號約在龍山寺見面 沒想到李姓男子上車後 竟然遭對方軟禁在西門町的飯店 限制行動長達10天 7月2號早上李姓男子 趁著和嫌犯到超商買早餐時 向店員地址挑求助才成功解圍 被害人誤信嫌犯說辭 還好整起事件有驚無險 不過龐大的債務恐怕得先還清 才能避免類似的討債糾紛 再度上演 華視新聞也遇到文情晃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1993年10月25日 請點三部份 感謝 ac 找犯流